第159集 当然不是 这些资产评级公司里的人 也不比投行的银行家们傻 全都是人精 他们的金融直觉 不会比任何金融家差 再加上 他们一天到晚 没事就研究美国的衰退史 对于花五百日红这句话 有着比任何人都深刻的了解 他们怎么可能被投行忽悠到呢 但是 龙过海说到这里 喝了口酒 你要知道 在金融市场上 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看起来像不像真的 大家在金融界里玩的是什么 不就是个念想吗 有几个人买一个公司的股票 是因为这些公司 有多少实际性的业绩 你以为全世界都是巴菲特吗 再者说了 你以为资产平级公司是白干的 投行是要掏钱的 你普通投资者 又不给资产平级公司的人发工资 真正养着他们的 是投行 人家给你好声好气的说 也给了你足以对外界交代材料 你还要怎么样 难不成 真的不想混了 于是通情达理 同时腰包股股的资产平级公司 二话不说 大印一概 高级CDO 平级是三个A 什么叫三个A 简单的说 就是一百分 有了这个平级 投行就好办事了 高级CDO 轻而易举搞定 卖个满汤彩 大家发财 将来地产下跌 贷款崩盘 也不关我的事 让那些买了高级CDO的傻逼 去哭吧 反正银子 三美金装一腰包了 贷款公司 投行都实现了无风险收益 风险 全都给了高级CDO的凯子 听到这里 段天狼惊讶地张开嘴巴 即使以他的天才 也被金融家们这种金融手段 给震住了 我终于知道 罗斯切尔德家族 为什么会那么赚钱了 像这么赚钱法 谁不会发财啊 段天狼感叹完 又皱了皱眉头说道 但是 有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就算刺激债的问题爆发出来 那也只能伤害 普通美国民众的利益 伤害不到这些投行 更伤害不到罗斯切尔德家族 如果投行们的行为 只是到这里为止 那么 他们确实是只赚不赔 但是 问题是金融家的贪欲 是无穷无尽的 捉完这个钱 投行们又回过头去 去盯了那些普通的CDO 和中级CDO 心想 这东西 反正摆着也是摆着 我是不是 该找个什么地方 也让这玩意儿 帮我赚点钱呢 略加考虑之后 投行的老大们 又想起一个好办法 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是什么 那都是刀口舔血的主 普通CDO 和中级CDO 确实风险比较高 但是相对来说 收益 也确实很高 一般来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利率 最低的 就是日本 对冲基金一盘算 我到日本银行去借钱 换成美元 来买他这个CDO 我每年的收益率 相当高啊 而且是无本胜利 为什么不干 干 于是 就这样 对冲基金 将这个包袱 进了过去 投行甩了包袱 对冲基金 也有生财之道 大家又一次 结大欢喜 这里 唯一的 就只有一个风险 那就是 有些对冲基金 是投行们自己成立的 除此之外 别无风险 然而 接下来的事情 就开始诡异了 美国房地产 从2002年开始 一路狂飙 到现在 都快翻了一倍了 这样一来 四级债的还款率 就很低 这些CDO 就开始当红了 因为它的回报率 确实很高 一时之间 投行们都眼热了 原来这玩意儿 这么赚钱呢 早知道我自己搞了 于是带着这种 有些懊悔的心情 在利的驱使之下 投行们 大局买入这些对冲基金 想要分享这些基金 以为CDO带来的利益 这是投行们的 第一个危机 他们为给一条狗 一碗披霜 看它半天不死 还愈长愈大 实在忍耐不住 竟然去吃这狗的狗肉 那么接下来 就是第二个危机了 这些CDO 一热起来 对冲基金 就投起来了 对冲基金是什么 手里有一块钱 就敢借一百块钱 来玩的主 手里有了 这么炙手可热的资产 怎么可能浪费 当然是拿出去 抵押换现金 好继续投机了 而他们拿来抵押的抵押品 正是当初投行 卖给他们的CDO 然后 换得到了 五倍 十五倍的贷款 在这种驱动之下 投行做CDO的热情 越来越高 而对冲基金 买这些CDO的热情 也越来越高 买了之后 拿出去抵押 换贷款的热情 也越来越高 于是乎 不知不觉间 以十万亿计的美元 通过CDO这个杠杠 不断从银行里卷出来 当美国保持低利率 当美国地产 一路飙红的时候 一切都好 但是 当局面变坏 威势 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投行们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眼前的利润 已经让他们甚至 不想去想明天了 还是一头栽了进去 听到这里 段天狼终于长吐一口气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么说 只要引爆刺激债危机 那么 这些投行 就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了 听到段天狼这么说 龙过海 便笑道 你以为金融家们的故事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哈哈 那你实在是太小看他们了 啊 还有 这回段天狼 真的是彻底震惊了 当然 龙过海表情夸张地说道 不然 你以为金融家们 怎么赚取暴力的 段天狼睁大眼睛 想了好一阵 我实在是想不到 还能怎么捞钱 伟大的华尔街 金融家们的思维 是永远超乎 你们的想象力的 龙过海说到这里 笑了笑 在美国金融 言必称对冲 我们不是说CDO 有风险吗 好 美国投行的大佬们 再次发明一个东西 叫做信用违约调机 简称CDS CDS就是说 如果有投资人 愿意承担CDO的违约风险 那他将得到 拥有CDO分析支付的 违约保险金 对于投资人来说 在这个过程中 承担风险的投资人 并不需要 出任何资金 也不需要 与被保险的资产 有任何关系 他只需要承担CDO 潜在的违约风险 就可以得到 一笔分析支付的 保险金 首先 你买了CDO 然后你每年 赚了很多钱 但是 你担心将来的地产 会有动荡 贷款率增加 手里的CDO 变得不值钱 在这个时候 投行突出 CDS 你只要分一部分 利润给别人 那就可以将你 所承担的风险 完全推给 买CDS的人 实现 无风险收益 是不是很爽 而购买 CDS的人 一毛钱也不用出 就可以每年 分利润 是不是也很爽 又一次 结大欢喜 然后 投行在这个过程中 又再次大牢一笔 天才吧 段天狼 简直没有力气震惊了 他除了轻轻摇摆 他那颗已经空白的 头脑之外 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了 如果你以为 投行里的大佬们 想象力 只是到此为止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接下来 投行们 还推出他们的杀手锏 合成CDO 你知道 什么是合成CDO吗 不知道 段天狼摇了摇头 合成CDO 是基于CDS基础上的 新产品 我们刚才说的CDS 就是购买人 承担CDO的违约风险 然后不用出一分钱 就可以每过一段时间 得到保险金 是不是 龙过海问道 是啊 段天狼舔点头 龙过海又问道 只是美国地产不出问题 那么CDO 就不会出问题 只要CDO 不出问题 那么 购买CDS的人 就一直可以得到保险金 是不是 对 段天狼再次点点头 我刚才说过什么 华尔西的投行大佬们 最引以为豪道是什么 金融创新 什么叫做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 就是将所有可预期的收益 都马上变现 听到这里 段天狼有些明白过来 他不敢相信地用手挠了挠头 不是吧 难道投行的人 又将CDS 也资产正确化 不愧是天才 完全正解 龙过海打了个响指 既然CDS有固定收益 那为什么不可以将它也包装起来 再次正确化 送到市场上去卖呢 这怎么能行呢 段天狼问道 怎么不行 龙过海反问道 CDS 它虽然有固定收益 但是前提是购买者 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啊 怎么可以用来做证券呢 段天狼问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正是因为这种巨大风险 所以那些资产评级公司 不敢给这种证券做评级 眼看将CDS证券化的路 要夭折了 这时候 了不起的雷诺公司 光荣登场了 他们做出了一个 天才的金融创新 那就是将CDS 所产生的现金流 积蓄成一个备用的资金池 这样一来 一旦出现违约 你可以先亏 你那白得的那份钱 不会亏到自己的钱 而当你觉得不妥的时候 你可以在它亏到你自己钱之前 将它卖掉 你想想看 以前你投资CDO债券 为了得到现金流 你必须真金白银的投钱进去 而且必须承担 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 现在 你的钱可以不动 仍然放在股市里 或其他地方 为你继续创造财富 你只需要承担一些风险 就会得到稳定的现金流 天哪 世界上 还能有比这更让人暗爽的投资产品吗 有了这个理由 资产评级公司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就盖上了3A大业 然后 这个投资产品 就在美国卖疯了 包括养老基金 教育基金 以及众多外国基金在内的大量基金 蜂拥买入 段铁狼 眨了眨眼睛 难道这些基金经理 就没有想过 不管这个东西怎么包装 它其实还是个高风险的品种 他们不知道 一旦美国的房产真的出现动荡 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吗 龙过海摊开手 笑了笑 那又怎么样 高额回报 已经实现了 他们的高额奖金 已经拿到手了 我跟你说 除了这个普通的合成CDO之外 他们还针对对冲基金 专门发行了一种 叫做灵溪债券的合成CDO产品 这种产品的风险更高 更可怕 而正是通过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渠道 区区一万多亿美元的刺激债 便被极力膨胀到 数十万亿美元 哼 在这个游戏里 唯一得到益处的 只有投行 他们是五本胜利 多安提郎做了最后总结道 龙过海淡淡地笑着摇了摇头 表面上看来 确实如此 但是 因为过于贪婪 过度贷款对冲基金 并且鼓励投机行为 甚至于 投资给对冲基金 给投行带来的损失 同样是巨大的 而最重要的是 被他们害得倾家荡产的很多人 同样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是他们的客户 一旦美国地产出现震荡 并将带来大规模的破产潮 从而引发美国经济衰退 而美国投行 在这种衰退潮中 同样难以独善其身 龙过海说到这里 顿了顿 很感慨地说道 整个美国社会 就像是一个人 而美国投行 就像是他的大脑 投行依靠吞噬自己身体为主 只要他吞噬的速度控制得好的话 这个身体 确实可以不断长出心肉 来供他吞噬 但是 万一他们过于贪婪 一口气 将自己的身体 咬得体无完肤的话 那么 最后也必将葬送他自己 这些道理 无论是华尔街精英 还是站在幕后的 罗斯切尔的家族 都清楚 但是 当先红的利润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一个人 可以抵挡这种诱惑 疯狂地吞噬利润 以至于 到最后将他自业吞噬掉 这几乎是 所有金融寡头的悲剧 不 都按天狼摇了摇头 应该说 是全人类的悲剧 明明知道是错误的事 但是 却总是无法抵挡眼前的诱惑 忍不住去干 到最后 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 全都毁掉 这不是我们全人类 都在干的蠢事吗 哈哈 龙过海笑了一阵 好了 我们俩 别再这么深沉了 弄得好像我们 多优孤优民似的 还是说说我们自己的事吧 好 多汉天狼收回思绪 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听了你的话 我完全了解了 这件事情 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方法去做 我做当然没问题 但是必须有两个前提 第一 我必须要充足的资金 我自己肯定不够 第二 我必须保证 自己的人生安全 要是蝙蝠祖把我干掉了 我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多汉天狼说道 钱的事 我们再商量 至于安全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 你只要教我怎么做 具体做有我 不 准确的说 由我控制别人去做 另外 我想靠陈健生 来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问题应该不大 到时候 我会向林孟迪要求 让他请政府派人 保护你的安全 只要蝙蝠祖不 全力对付你 国安局的人 足够保护你了 由你来做 龙过海先生略愣了一下 然后又笑了起来 哈哈 也对 如果是正规金融操作的话 我自然是比你强 但是 自从上次 亲眼见识 你老人家炒股之后 我就知道 在你眼里 从来没有什么正规操作 所以这件事情 由你来做 比我做 确实要有效果 断天狼说道 没错 我可以找到 比你的手段 更加直接的方法 但是 前提是你必须告诉 问题最关键的地方 好 龙过海点点头 看了看断天狼问道 你打算花多长时间来了解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三个小时内 就可以搞明白该怎么做 断天狼说道 龙过海笑了笑 哈哈 要不了那么久 只需要五分钟就好了 五分钟 断天狼略为有些惊讶地睁大眼睛 啊 说不定还不用呢 龙过海说着 喝了口酒 然后说道 任何一个做股票的人都知道 当你想拉起某个板块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 就是拉龙头股 反过了也是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 引发刺激债危机的话 那么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这个行业内 重量级企业破产 而在所有类似企业之中 我个人认为 最好的对象应该是 美国新世界金融公司 之所以选择这件公司 第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件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 刺激债发行商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新世界金融公司的财务结构 早就到了应该破产的地步 龙过海说着 走到一个书棍里 拿出一个本子 然后翻到某页 看了看说道 据我的了解 新世界金融公司 欠各大银行资金总数 超过了80亿美金 它早就已经 资不抵债了 之所以一直屹立不倒 除了银行们 对美国房地产的期待以外 就是因为 它的身后有 罗斯切尔德家族在支持 既然有罗斯切尔德家族支持 我们要打倒它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段天老有些疑问的问道 龙过海笑着摇了摇头 哈哈 那倒不一定 罗斯切尔德家族 只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金融寡头 但是并不代表 他们可以控制所有的银行 只要我们可以让这些银行感到 他们在新世界金融公司身上的贷款 不是那么安全的时候 新世界金融公司 就岌岌可危了 只要银行逼债 新世界金融公司 除了破产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它只有破产一条路 第一百六十集 但是 你刚才说罗斯切尔德家族 在背后支持 既然如此 罗斯切尔德家族 难道不会投入资金 来挽救新世界金融公司吗 段天狼又问道 挽救他们 当然是想的 但是 也要看代价 代替新世界金融公司 支付超过八十亿美元的欠款 我不觉得罗斯切尔德家族 会有这么大方 另外 罗斯切尔德家族 也不是铁板一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新世界金融公司 应该只是其中一个女婿 她一个人 不可能背负起这么大的亏损 而如果想要整个罗斯切尔德家族 来分担这个损失的话 我想需要相当长的磋商时间 而在这个时间里 如果情势发展的迅速的话 可能新世界金融公司 都已经破产了 罗明白了 段天狼点了点头 想要引发次一债的全面爆发 只要搞垮新世界金融公司就可以了 想要搞垮新世界金融公司 只要让银行向他逼债就可以了 是不是 没错 龙过海达到 那么 怎么可以让银行向新世界金融公司逼债呢 段天狼又问道 龙过海笑了笑 这个很简单 只要让新世界金融公司的股票暴跌 跌到惨绝人寰 连他妈都不认识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 金融市场是最势力的 当你的股价一路上扬的时候 一切不利传闻都是空穴来风 但是 当你股价开始下跌的时候 市场上就开始充满对你不利的传闻了 如果暴跌的话 那么 就很对不起了 市场上 肯定所有人都传你 即将破产了 只要将新世界金融公司的股价 打下去就好了 听起来 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段天狼自言自语道 不过 我必须的提醒你 你还得注意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 很可能在暗中 还有一家专属于 罗斯切尔德家族 某个女婿的银行 正在支持新世界金融公司 当你打压股价的时候 他可能会跟你做反手 所以 你在对新世界金融公司动手之前 我劝你先把相关的事情 弄清楚了 到底是谁在实质上 操作这间公司 又到底有什么银行 是死撑他的 还有别的吗 段天狼问道 暂时就这些 你遇到什么情况 再随时跟我沟通 龙过海说道 好 段天狼站了起来 看了看手表 那我现在 要去赶下我的飞机了 这么急 龙过海有些诧异的问道 现在紧一点 好过关键时刻玩命 段天狼说道 哦 那倒也是 龙过海 眨了眨眼睛 然后张开嘴巴 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又最终 没有说出来 看到龙过海 欲言又止的样子 段天狼便问道 大海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也变得 吞吞吐吐的了 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好了 龙过海 抬起头 看着段天狼一阵 又犹豫了一阵 最后他还是问道 你的计划 确实很完美 而且 有多种备案 几乎是万无一失 但是 你始终忽略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 你是故意忽略 还是你根本就没有 考虑这个问题 听到龙过海这么说 段天狼 抿了抿嘴唇 反问道 你是说什么问题 龙过海歪了歪脑袋 不要装傻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问题 你到底打算 怎么处理苏和 段天狼原本还炯炯有神 神采意义的双眼 一听到苏和两个字 马上就变得 彷徨起来 段天狼吞了口口水 伸手端起酒杯 一口气 喝光了杯中的酒 然后呆呆的 坐在沙发上好酒 好酒之后 段天狼说道 我不知道 有句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但是 如果我是你的话 说不定 我就会这么做 龙过海想了一阵之后 说道 段天狼看了看龙过海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你的整个计划 龙过海将身子 直了起来 说道 你的整个计划 到底意图是什么 我已经非常清楚 说到底 无非是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段天狼这三个字 从这个世界上 将永远消失 将你的身份 真正的完全转入暗处 掌握你需要的主动权 至于第二件事 用你自己的死亡 来消除你身边人的危险 因为你死了 他们也就没有必要 来对付我们了 段天狼知道 龙过海说这些话 不可能是漫无目的的 所以他说道 你直接说关键部分吧 你现在最烦恼的 就是你所说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被 罗斯切尔德家族 或者红军所发现 你担心你的动作 被发现 他们会不会在你计划 实施完毕之前 就对你身边的人不利 比如 对你身边 最没有自卫能力的 苏和 没错 这正是我最忧心的地方 多安天狼说道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保护你身边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毫无顾忌的 几乎是不顾一切的 站出来 放手一搏 龙过海说着 顿了顿 而不是用现在 这种遮遮掩掩的做法 段天狼微微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这么说 当年南北朝的时候 有一位君主 曾经打算杀掉 对自己不忠的军官和妻儿 这时候 他的手下劝他说 凡是出来干大事的人 都不会顾及家人 你杀了他们的家人 不但无法打击他们 反而是帮助他们 鉴定自己的心性 所以杀掉他们的妻儿 没有任何好处 龙过海说到这里 看着段天狼 同样 如果你毫无顾忌的 开始展开你的计划 那么 你的对手一定会觉得 你一定 是把一切都想通了 都放下了 任何威胁你身边人的做法 只会增加你的斗志 无法对你造成任何影响 这样一来 你身边的人 反而可以安然无恙了 如果你这样隐晦的去做 却容易被他们看出 你内心的虚弱 到时候 说不定就真的用了 这种下三烂的招数了 段天狼听到这里 先是一阵发愣 一会儿之后 他双手用力气 从位子上跳了起来 对呀 真是聪明反辈聪明物 与其防愤他人做某事 还不让别人觉得做某事没有意义 我思来想去 怎么竟将这么简单的事情给忘了 说完之后 段天狼仿佛解开了心中 一个巨大的心结一般 有生以来 第一次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 好好好 这么一来 我就可以畅快淋漓地打一仗了 我今天不去山西了 明天再去 我今天还要去见 段天狼本来想说林梦迪的 但是在林说出来之前 段天狼想到 可能会触动龙过海的心情 所以他转而说道 一个人 龙过海知道 段天狼所指的人 就是灵梦迪 不过 为了让段天狼觉得不自在 他只能装作不知道 段天狼见龙过海 并没有什么反应 便站起身来说 你今天就在家里休息 我出去见那个人了 我要是来不及回来的话 你就自己吃饭吧 不必等我 段天狼说着 正要离开 这时候 龙过海又问道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当段天狼这个名字 从世界消失之后 你打算用什么方法 跟苏和相处呢 段天狼愣了一阵 对龙过海说了一句 很意味深长的话 大海哥 也许在感情上 我们两个人 有着同样的宿命 段天狼说着 编精字出了门 龙过海坐在原地 闷坐了一阵 最后也只能 无可奈何地 长叹一口气 自争自着起来 至于段天狼 原本一直替苏和的安危 感到担忧 现在听龙过海这么一说 心中大石道 顿时放下了 于是 此时全身心 都放在计划上 一点有没有想到 跟苏和相关的事情 段天狼之所以如此 并不是因为 他真的那么放得下苏和 刚好相反 段天狼这么做 正是因为 他太放不下苏和 他不去想的 并不是因为不想的 而是因为 不敢想的 如果说段天狼 是天下最锋利的剑 那么苏和 便是唯一一柄 可以让这柄剑 变得迟钝的存在 此时此刻 苏和在段天狼脑海中 出现的每一个闪念 都可以使段天狼的心目中 多一丝犹豫 而在现在这个时候 段天狼 不能有哪怕一丝犹豫 他必须全力以赴 从龙过海峡出来 段天狼给灵雪山 拨了个电话 电话一通 段天狼就说道 我现在在上海 冬天到了 用不用帮你从家里 带点冬天的衣服回去 灵雪山这时候 正跟苏和打牌 突然听到段天狼这么说 不由的 感到又惊愕 又温暖 他笑着说道 哼 你吃错药了吗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人了 如果没什么要带的话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段天狼打道 啊 不 当然有带的了 嗯 我要带一条 我喜欢的米斯维吉 还有一些 哎 要你带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我等一下发等信给你吧 灵雪山笑眯眯的说道 说道 好 那我现在上车出发了 段天狼说着 将电话挂断 段天狼打这个电话给灵雪山 本来只想找一个 去灵家找灵孟迪的理由 不然的话 就这么上门 似乎太奇怪了 但是 他并不知道 在重庆 究竟是怎样一副情形 当看到灵雪山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牌也不打了 双手在手机上 按个不同的时候 坐在对面的苏和 笑着问道 刚才是天狼 给你打的电话吧 灵雪山跟顿天狼之间 坦坦荡荡 所以自然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于是笑着点点头 对啊 就是他 他做什么了 让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苏和这个时候 还不觉得有什么 只是随口问道 灵雪山想也没有多想 随口而出道 这小子 不知道吃做什么药了 突然变得会关心人了 去了上海 居然还记得给我打电话 问要不要 帮我带点东衣过来 呵呵 看来 木头也是会长大的哦 灵雪山的话刚说完 原本没什么的苏和 脸色当场 就微微有点愣住 虽然他很快将自己表情掩饰下去 但那份淡淡的洛气 却是无论如何 也挥之不去的 而灵雪山这个时候 才突然意识过来 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苏和也是上海人 多安天狼去了上海 没有想着给苏和戴东衣 却想着给自己戴东衣 身为女朋友 心中该是怎样一番感受呢 天狼之所以记得帮我戴衣服 是因为我前几天跟他抱怨忘记戴衣服了 你不会吃醋了吧 灵雪山笑着一把抱着苏和 苏和淡淡地笑了笑 站了起来 口渴了 你想喝点什么 我下楼去买 好啊 我陪你 灵雪山赶紧说道 不用了 苏和摇了摇头 我还想到湖边去走走 你今天上了体育课 跑了一天 在宿舍里好好休息吧 苏和说着 拿起钱包 离开了宿舍 苏和一出门 灵雪山就懊恼地 自己打了下头 哎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灵雪山啊 灵雪山 你怎么说话这么不用脑子 哎 这事 该不该跟天狼说呢 灵雪山反反复复地想了一下 摇头道 哎 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那个家伙处理问题的能力 几乎为零 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到时候 别弄小成卢了 灵雪山这样想着 还是给断天狼 随手写了几件衣服 发给了断天狼 收到灵雪山的信息之后 断天狼就给灵梦蝶 发了一条短信 我现在在上海 小雪要我替他拿几件东衣服 后面付着灵雪山的信息 不一会儿 灵梦蝶打了电话 你现在在上海吗 是啊 断天狼说道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正在去你家的路上 好 那我马上回家去 灵梦蝶说着 将电话挂断 眉头紧锁起来 坐在灵梦蝶对面 刚刚正在跟灵梦蝶 商讨的陈建生 有些奇怪的问道 怎么 是谁的电话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没什么 灵梦蝶从座位上 急匆匆地站了起来 问陈建生道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啊 按照计划 是明天回去 在这里待太久 我怕被人起疑 陈建生答道 好 灵梦蝶点点头 那我们今天晚上 再碰瓷面 将我们最后部分的事情 消停下来 至于现在 我必须马上回家一趟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你对一个人 这么紧张 看着灵梦蝶急匆的样子 陈建生问道 我倒是真的很想 见见这个人 会有机会的 灵梦蝶说着 笑了笑 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 因为两人通话的时候 灵梦蝶离他家 比段天狼近 所以当段天狼 按响灵家门铃的时候 是灵梦蝶 亲自来开门的 你还真是快啊 开门看到段天狼 灵梦蝶笑道 哼 你不是比我更快吗 段天狼说着 进入了灵家 除了你之外 还有别人在家吗 就我一个人 我爸爸在公司 家里的工人 都被我支出去了 灵梦蝶说着 走向厨房 咖啡 茶 饮料 还是酒啊 什么都不用 只要给我一杯 白开水就好了 段天狼说道 段天狼的回答 让灵梦蝶略微有些诧异 好吧 白开水 不一会儿 灵梦蝶自己端了一杯红酒 同时端给段天狼一杯白开水 走了过来 坐在段天狼对面 说吧 你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段天狼跟灵梦蝶 都是聪明绝顶的人 所以两人一句斗鱼的话都没有 灵梦蝶刚说完 段天狼就接着说道 从现在开始 我愿意在我们内部公开我的身份 当然 只是仅仅现实身份 并不是包括公开我网络身份 也不公开我的过去 你的意思是 灵梦蝶嘴巴为张 握着酒杯的手 缓缓地垂下 从现在开始 你打算高调介入整个计划吗 就是这样 段天狼说道 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吗 第一 罗斯切尔德家族 不是个简单的对手 对于我们的保密作施 我并没有太多期待 我相信 只要我们动手 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风声 传到他们耳朵里 大集团的弊端 就是反应速度不快 他们在收到风声之余 还需要时间印证 以及动员 而这就是我们 唯一的机会 我们必须以快打慢 而这就需要 我们全力合作 快速整合 第二 如果真有一天 罗斯切尔德家族 发现我们两个人 做的事情 我希望 我们肆无忌惮的态度 让他明白 用我们身边的朋友 或者家人来威胁我们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会想 以我们的聪明 不可能会想不到 他们用内招 而我们这样疯狂地去投入 内心 应该早就将这一切 都置之度外了 灵梦蝶略想了想 点头道 我认同你的说法 也认同你的做法 既然如此 那你不如现在去跟我 建成念生吧 他现在也在上海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或许可以谈得更好 可以 那就动身吧 乱天狼说着 就站了起来 你还真是兴起一样 灵梦蝶笑了笑 坐在这里等一下吧 我去小雪房间 把他要的衣服收拾一下 约过了十分钟之后 灵梦蝶便将 灵雪上要的衣服 全部整理好 放在了一个袋子里 递给了段天狼 走吧 我们现在可以去见陈建生了